吴年朗 米吴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县政府从2017年就推动了办理第一届以来 今年是已迈入了第五届 参赛庄园以及生动建树 创历年来最多 那么更首创台湾平坚以来有机农业进行分组的制度 11月2号上午在美伦的饭店 办理了颁奖典礼季成果发表会 共同来见证花莲咖啡新一年度的成果 麦路第五届的花莲先精品咖啡评奸活动 二号上午在美伦饭店办理颁奖典礼及成果发表 现在选择表示 11月3号到14号 在花莲普通饭店进行评奸悲测 选出当年最能代表花莲的优秀咖啡庄园 让今年花莲精品咖啡评奸赛庄园 以及生动建树 创历年来最多 这次特别把比赛分一般还有有机 刚才大弟兄说我们的有机的面积 在我们有机的有机组的这个 这个参赛者甚至比我们的一般组还多 当然只是花莲在推动有机农业有成 而也看到未来有机的产业的方向 所以再次谢谢参与过的过程中 所有的好朋友们 以及这一次带为评鉴的所有的老师们 因为你们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用公平的机制 让我们的农友以及参赛者 都非常非常有信心 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肯定 也谢谢楼政单位 花莲县政府 谷慧如处长 从不了解到进入深入 再到如何去演理 整个政策的推动 以及我们未来的方向 所以再次谢谢 我们今天来参与的好朋友 为什么今天正会特别邀请三个在地的团队 第一个 萝卜咖啡是在地而且本土 我希望透过萝卜咖啡将我们花莲的精品咖啡 接下来许文表示 北回归县经过的花莲 让花莲拥有了山与海的精粹 花莲县一直以来生根有机农业 今年花莲品鉴特别分为 有机咖啡与一般咖啡两个组别 希望鼓励农员们能够往精品咖啡的方向发展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进而创造商机 除了品鉴活动 花莲县政府也同步规划 咖啡后制加工理论以及失误的课程 花莲咖啡品质自主管理 杯测访等相关辅导活动 让农友真能备利 用心提升花莲精品咖啡的止语量 接下来许文 欢迎收看